研究人员发现超过90%的儿童在9岁和11岁时 可以做到对儿童建议的中等至剧烈水平的体育锻炼 但是到15岁时只有31%的人在平日可以达到建议的水平 而17%的人在周末可以达到建议的水平 研究人员估计每年体育锻炼量在减少 每天减少约40分钟 这是事实 但是有希望 即使每天步行仅15分钟 也可带来健康益处 如果您的孩子不经常运动 则鼓励进行家庭活动 如骑自行车、远足、打球或游泳 计划进行积极的家庭活动 将使您的整个家庭保持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